很想討論事變,叫做互困 第三個互困跟像是學共裡面會強調問題的情境回饋 最後是種維的一些東西 基本上我覺得說幾個要點或內容的計畫 情境的營造,讓學生知道他是有感覺的 跟他有關係的 第一個是有用的,他可以去以治療 也就是對未來的關係 有可能學習是對他之前的生命經驗之間共鳴,有感的 對於他期待的未來可以用得到的,有用的 對於未來的關係 有益的學習對於他整體而已 對於藍燒,他學完是有收穫 產生樂在其中去學習的 可以超越原先的自己的 然後當然過程中重視 不是老師講而已 跟中文的思綜,不是念完課本 或是說講完課本裡面,圈完詞就好了 但是重量讓我們提醒自己 如果畫成一起,將所學的材料畫成問題 讓小朋友去討論 這塊是學共可以畫發揮的地方 譬如說可以給我轉換什麼任務 那他們可以透過小組員 這樣子去共同完成這個任務 或是個人有個人任務 當然學共裡面比較強調說 是大家不要競爭的啦 如果是學師打的話 就會強調 一個什麼互相競爭,一個互相合作 當然是看你這個任務到底要怎麼去安排 因為同樣合作學習裡面很多種嘛 比如說什麼STAD 又跟那個分數混在一起的 有的時候那個碳 主要是碳底碳就擠壓 又是冰毒什麼之類的 有的是那種 另外一個是我們學共會比較講到協同學習 協同學習跟合作學有什麼不同 也許這個地方 那就可以去考一下 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烹飪方式 或是即使同樣的烹飪方式 你用炸魚 炸五分鐘跟炸十分鐘 你先裹粉來炸 跟直接去炸 那個效果有點不一樣 這樣子 也是我們樂趣的地方 教學設計一個那個 實際的教學 而且做一道菜 你可不可以反思一下 今天做完好不好吃 然後不好吃 那你可以再去趕緊 也許時間烤得太久了 做到時候你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洗米洗得太久 那個菜子都配不好 所以你直接可以去做調子 那另外說 以學生為中心 盡量讓學生有事做 做中學 他有事做 他就不會管理 就不會吵 如果他沒事做的話 他也許就會打來他去 做他自己的事 然後又影響到他隔壁的同學 他兩個抄襲 等一下去注意 就變成班級經營的問題 那個字去管理的問題 不是教學問題 最後是有辦法讓他真職生活 再現 然後策略有這麼多種 他也許你看哪一個 今天就是學習共同體 然後我們可能等一下 是不是請那個 等一下請那個洪學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另外皮靈跟教學 可以合作在一起 然後我們未來 會再講到 下一次會講到 另外 Rubric 皮靈指標揮著 通常會想這個樣子 我們今天想讓他達成什麼 那幾個相度 他如果達成什麼 在這個相度裡面 做出怎樣的反應 做出哪個實際的表現 可以拿到A 那怎樣是B 那怎樣是C 就剛剛優良可憐 可待改進 要努力整場 那種一樣 這也是另外一個分析方式 但是那個 我最後覺得說 有些那個 評鑑會要求反思 老師的反思 反思一種是隨便 漫天的寫自己的行動 我覺得你可以回過頭來問說 我這份教案裡面 從 單於目標的規劃 教學活動的 計畫的安排 到最後 平衡的方式 哪些地方有沒有補合這些 哪些地方還不足 通常有指標的反思 跟沒有指標的反思 可能 這裡會跟我一個聚焦 我個人的想法 那或是你們有些什麼 校定指標要達成的東西 也可以拿出一個願景 反正自己也要達成那個 活力啊 希望啊 那個改良 創新啊 這些 層面存在這樣 那這是其他學校他們的反思的 那種 參考一下 沒有一個固定標準 好 那我們今天的部分 我的部分學語部分 到時間 結束 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就等一下 請 請 休息一下 還是 直接開始 休息一下嗎 還是休息一下吧 休息 休息 十分鐘 三點再走 請到這裡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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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